北京时间12月26日 在中超第19轮比赛中 山东泰山队以2比0击败河北队 迎来十连胜 提前三轮夺得联赛冠军 获得冠军后 全队上下也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今天下午 郝伟就带领队员们投入到了训练中 为剩下的三轮 以及以后的足鞋杯决赛做准备 与决赛对手海港队相比 日子并不好过 他们连续吃掉泰山和广州两支球队 从而完全丧失了争夺冠军的希望 现在海港队只能指望能在足鞋杯上找回一点颜面 但就在刚刚他们再次遭遇重创的时候 球队前场核心小保利尼奥 在上一场与深圳队的比赛中被打伤了 对保利尼奥的伤势 我们感到很遗憾 大家也希望海港队能在足鞋杯决赛上 用真刀真枪打出一场大胜仗 现在外界是否可以说 泰山队赢得足鞋杯冠军 就是因为海港给了一名核心球员 显然胜出 但小编要告诉你们 即使面对奥斯卡、艾克森、胡尔克、阿脑托鼎胜时期的上岗队 泰山队也从来不会缺席 更别说放在当初最多的二流小保利尼奥 随后泰山队争取海港的三分 第三次获得双冠王 下月9号足鞋杯决赛 将在成都凤凰山的一座职业足鞋杯球场举行 比赛时间一定在晚上7比30 按照足鞋的安排 赛事组委会将允许球迷入场观看比赛 届时他们将亲眼目睹泰山队 第七次捧起足鞋杯冠军奖杯